要懂得中國的人和事,一定要讀魯迅 我是徐子冬 今天是第四十期 我們上一期讀了忽然想到 其中有一段關於冷嘲、死相的一段文字 最後我們發現魯迅對於各種各樣不同的專制 他都是持批判的態度 號召我們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 我們知道魯迅的文章是以批判為主 他唾棄、懷疑、批判各種東西 但是魯迅自己的三觀 他到底認為什麼東西是好的呢? 換句話說,我們簡單地用小孩的說法說 他說這個壞、那個壞、那個壞 那麼什麼是好的呢? 魯迅有一段話我印象非常深 也是他一直的奮鬥目標 他說中國人現在就是一要生存 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如果有誰要阻礙這個前途呢? 突然想到的散文裡 其實這是魯迅早期到中期的一貫的思想 我們剛才說了魯迅批判傳統痛恨現實 懷疑西方 但是魯迅他這個四面作戰的信念呢 還是來自於對中國人跟中國式的現實焦慮 所以他說明這叫當務之急 他沒有說這是他的終極理想 魯迅的終極理想是什麼呢? 天下大同、世界和平、永恆的愛 其實魯迅很少談及 我小的時候讀到魯迅的這段文字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原因是他好像就在講我當時的生活目標 那個時候我十幾歲 想想要生存這是最重要的 人道之主義之上 魯迅並不提倡這個人要為那個人犧牲 據說早年魯迅在日本 他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做不了革命家 就是覺得自己不能像一些政治家那樣 明明知道自己的戰友 自己的下屬在外面冒著生命危險 隨時可能犧牲 自己呢 卻仍然坐在這裡談笑風生 運籌帷幄 這是政治家的境界 魯迅覺得他學不了 所以魯迅是學醫學文 他始終把人的生命跟個人價值看得很高 所以生存第一 個人如此 國家毅然 但是是不是可以為了生存 什麼都可以做呢 這個不是 魯迅後來有解釋 第二溫飽就說明 哎呀這個生存真的只是底線 吃飯穿衣都是算進一步的要求了 我讀這個文字的時候 我在江西插隊每個月開始 國家發十塊錢的資金補貼 後來呢生產隊裡種地一年辛苦勞動 一年啊 最後分到口糧以外還有七十多塊錢 沙家邦啊 有句台詞 這個雕德一啊 勸沙奶奶啊 要招出新四軍的傷病員 有一句話就說 我從此保你不缺米和柴 我小時候在上海完全不懂這句 這個台詞其實是汪曾祺寫的啊 完全不懂他意思 什麼米和柴有啥意思呢 這下鄉以後才知道 這真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啊 這個為了吃飯 當時是稻谷 要到一個這個水車轉的地方 去把稻谷打成米 自然你有了米你還不能吃 你還要到山上去砍樹來燒 這個時候我就理解了魯迅講的溫飽 至於第三個發展呢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在我看來倒是和小平同志英雄所見略同啊 發展是硬道理 魯迅在這個生存溫飽發展的三觀後面 拍出了很多偉國學的所謂靈丹妙妖腿 其實都是江湖騙子的東西 魯迅後來有一段很著名的解釋 他說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狗活 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 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有敢來阻礙這三者 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 撲滅他 今天特別要提醒的就是溫飽不是奢侈 發展不是放縱 因為我聽說某地的這個育苗出問題的公司啊 很多小孩打了針以後 莫名其妙的得了別的病啊 還是魯迅那句話啊 有誰敢來阻礙這三者的話 無論是誰我們都要反抗他 撲滅他 既然是忽然想到 所以思路又是跳躍的 在忽然想到七呢 忽然就講到了有一個叫武者君 告訴魯迅說他在大道上啊 發現了兩樣東西 兇獸和羊 我們常常這樣說啊 狼和羊 魯迅說我覺得這不過發現了一部分 因為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那麼簡單 還得附加一句 是兇獸樣的羊 羊一樣的兇獸 或者我們說的再通俗一點的話 魯迅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路上看到的是羊一樣的狼 和狼一樣的羊 顯然這是魯迅先生 一生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啊 他一直耿耿於懷的一個研究對象 就是所謂奴隸和奴才的區別 或者說奴才與主人的一體兩面 他們是羊 同時也是兇獸 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 他便顯羊一樣 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 他便顯兇獸一樣 這個觀察啊 魯迅其實早在RQ身上 就已經有過深入的解剖 在忽然想到的雜溫裡邊呢 魯迅卻給我們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例子 學生 我們知道學生一直是魯迅支持的對象 學生也是我們心中秩序的對象 學生就是我們 可是魯迅說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武士以後 軍警們很客氣地 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 威武道很像一對鐵騎在苗田上持著 學生們則尖叫奔退 正如遇見了虎狼的羊群 很值得同情是吧 軍警像鐵騎 學生像莊家田 可是接下來魯迅比風一轉 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 成了很大的一個群體啊 襲擊他們的敵人時 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跟頭嗎 在學校裡 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 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嗎 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 有什麼區分 二十世紀的中國充滿變化 除了魯迅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 別的現代作家 能夠這麼精闢 這麼傳神地 遇見二十世紀中國後來的人和事 魯迅說 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兇獸像 而對於兇獸則顯羊像 所以即使顯著兇獸像 也還是悲怯的國民 我們以前說過 病症是魯迅看得準 藥方是胡適開得好 魯迅對羊獸一體的這個 國民病症啊 他也開了他的藥方 他說 我想 要中國得救 也不必添什麼新東西進去 只要青年們 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 反過來一用就夠了 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 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魯迅這個藥方管用嗎 各位聽眾大家可以反省一下 這個魯迅的忽然想到啊 金句太多 沒法割舍 恐怕這集都未必讀得完 在忽然角到九 魯迅說 記得有人說過 回憶多的人們是沒有出息的了 因為他眷戀從前很難再有勇猛的進去 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話題 可惜這篇文章裡 魯迅並沒有對回憶這個問題 深究下去 反而淡淡放過 轉而用一封信 人家批評阿丘正傳 魯迅做自我辯護 所以這個 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啊 這個忽然想到這種問題啊 有時候不容易凝聚思想焦點 但有的時候呢 魯迅是 一個觀點 很明確的一個觀點 隨後更若干的例子 比方說 上一期我們講的這個 愚民專制造成死相 由於魯迅對死相的 具體描寫 是自我描寫 這就很有助於我們對文章主要觀點的 多方位的思索 甚至引發聯想 在這個忽然想到十里面 我們又看到了這個寫錯模式了 這一次的關鍵詞是 辯污 辯論的辯 污告的污 文章第一句 無論是誰 只要站在辯污的位置 無論辯白與否 都已經是屈辱 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 還得來辯污 什麼叫辯污啊 辯污就是 有人說你做了措施了 衣服穿錯了 說話不妥當了 Sex有問題了 工作中有毛病了 甚至你的長相舉止 不管怎麼樣 你跟什麼人的照片 被貼在什麼地方了 總之你錯了 這個時候你很自然 必須馬上來幫自己辯護 說我這個話沒錯 我衣服沒錯 我Sex 我工作 鲁迅說 只要你辯污 不管你能否洗刷自己 你就已經是屈辱了 這個辯污的經驗啊 可能我們今天大家都有 下次再講這種道理 但是鲁迅講的 卻是一個比較大的事情 他講的辯污是什麼呢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 我們並不還擊 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 說我們並非吃話 我們沒有受到別國的煽動 用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 我不是外來勢力搗亂 說我們並非暴徒 而且呢我們都是空手 沒有兵器的 鲁迅呢看不明白了 他說中國人呢 自己的市民被暗殺以後 還要恍恍然的變污 張著含冤的眼睛 向世界搜尋公道 我們都知道武殺慘案 先是一個日商內外棉殺廠 裡面的日本的職員 槍殺工人顾振鴻 顾振鴻也是地下黨員 接著引發了大型的市民示威 在那個瑜伽慶道 就是現在的西藏路 就是上海的市中心 英國巡捕呢就在租界開槍 傷亡市民屬世人 這個是中國現代史上的 一個重要轉折點 如果說五四運動是 取得了一個表面上的勝利的話 武殺就徹底暴露了 民國社會的半殖命地性質 但是魯迅的關注點 是與眾不同的 他看到的是什麼 他看到的是一個情況 就是國人明明被欺負 可是他的第一反應 確實在那裡洗刷自己的罪名 這個變霧其實也是魯迅自己的一生要做的事情 也是我們每個人常常在做的事情 我們下期繼續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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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止